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这里是勘定凤行所 先杂人等不得入内 我们要见 要见那个 勘定凤行 勘定凤行大人平时不接见外国人 快回去 不然我们就 等等 等一下 哦 凤行大人 这两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别再用那老一套了 来来 有事就请进来说 哼 听到了吗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是终圣介 勘定凤行钟家的家主 很荣幸见到二位 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这次来找你 是想 不急不急 好不容易见到闻名侠耳的两位旅者 何必这么匆忙谈正事呢 喂 我们果然还有名气嘛 当然 能挫败风魔龙 镇压漩涡之魔神的凡人 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呢 确实 这点说得对 还有 在黎岳岗破坏愚人中的计划 在决斗中战胜他们的执行官的事 也是真的 哇 连这你都知道 当然是真的啦 啊 果然嘛 怎么了嘛 没什么 没什么 老朽由衷敬佩二位 能有二位光临离岛 也是本岛的荣幸 早就听闻二位的热心肠 不知可否能屈尊为我们刊定奉行办些小事呢 尽管说吧 客气了客气了 对吧 那便好 这样的话 青心你知道吧 那种经常长在离岳山顶上的植物 知道 我们摘过 难道还要我们回一趟离岳吗 就帮我摘三百株新鲜的青心来吧 要刚摘的 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啊 有点麻烦是吗 嗯 这样啊 那不如 岛上有些信件需要判送 不知能否帮忙呢 这还差不多 一共七百零九封 喂 怎么回事呀 而且这种事真的需要我们来吗 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岛上确实有些人手不足 理由也好俗套 怎么办 旅行者 我们真的要帮忙吗 啊 不愧是阁下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啊 哈 真要 之前说的是办完之后 再 二位请留步 诶 我们家小姐有封信要交给您 请一定要看一下 信 让我看看 是说 要你晚上偷偷去找他 刚才你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为什么呢 你们在背着我搞什么名堂 还是晚上问问他看吧 你们终于来了吗 我 我叫钟千里 算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请多关照 哇 真的是钟家的大小姐 不用 不用这么客气 我早就很仰慕您的事迹 终于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 这次偷偷见面 主要是在想 如果错过了机会 是不是就再也没办法和你讲 讲 讲什么 讲 想让你帮忙送信的事 你和你父亲果然是父女呢 不能换一换事情做吗 不不 请等一下 我是希望二位可以替我送信去明神岛 到天岭凤行的二少爷连智先生那里 我父亲一直反对我们联络 想必在政治上 他对我的婚配对象有更好的期许 可是我的心里 却只有脸智先生 在离岛 没有人可以违抗父亲的意思 而你们 又是难得的想往明神岛去的异乡人 原来是有这样的苦衷啊 当然 与此相对的 我会全力帮助你们离开这里 请相信我 其实 只要你们还身在到齐 父亲就没有让你们离开离岛的意思 嗯嗯 这点我们也看出来了 安排那样的任务 肯定是想要拖住我们而已嘛 前些天 我偷偷听到父亲 和一位趾高气昂的女性谈话 他们在说的 似乎就是如何将一乡的旅者 禁锢在离岛的事 还是头一次见父亲 对将军之外的人如此恭敬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把安排你们出去的计划告诉你 刚好有一批货物 好了 我到关口那边等你 新的事 就拜托了 等一下 这批货 可是要送往海岐岛 大小姐 您怎么过来了 您说的没错 这批货是堪定凤行大人特意叮嘱过 务必完好的送到海岐岛的 嗯 不知小姐的意思是 那就没错了 家父不放心 刻意要我带上一位高手一同押运 大小姐亲自押送吗 这 这 还是不需要劳烦您同行了吧 而且这位 这位高手的身份也 请不要耽误时间了 我记得家父有催促过你们 迟到也同样会受罚吧 小姐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 可唯独这位 怎么 你们知道家父的脾气 如果我的安全出了闪失 你们要受的责罚 恐 你们真的有百分百的把握 保护好我吗 千里小姐好拼 气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呢 好吧 小姐 非 非常荣幸可以与您随行 在下一定拼死护您周全 先知诚 你就真的答应了吗 既然是小姐的意思 做属下的就给竭尽所能才是 可是 问题不在这里 好了好了 那就赶快出发吧 这样磨磨蹭蹭的 是要给贼人准备动手的机会吗 好吧 出发 小姐先退后 让我们来 没你们出手的份啦 审判 游浴脚下 除了太夫的选择 撤 我属你 胆油寒忍 对 是魔物 准备攻击 不 有些保护小姐 瞧我们的吧 你们好好待在千里这边 流浴脚下 到 头了 试验对象选错了 试验对象选错了 放心啊 又有袭击 千里小姐 请待在我身边 安如磐石 有两下头 有两下头 哼 哼 别想跑 你 上一头 前面的村庄可以暂且歇息一下 小姐 你的状态还好吧 嗯 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边是往明深岛的路 不 我在县里有血 让莲芝给你天灵风行特批的 前到期的通行凭证 就当是县里 小姐 唉 没想到 真会如此 我就猜是会这样 辛之诚你却 是 不会的 小姐一定别有用意 对吧 还有 小姐你说的那个莲芝是 不必会的说 是我的心上人 心上人 喂 不是吧 辛之诚你难道 没 没 没什么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做那种梦呢 二位不必担心 这件事还请二位先当做不知道 如果家父怪罪下来 我会一人承担 也只能如此了 都听您的小姐 可是千里小姐 如果真的被发现了可怎么办 没关系的 家父自我小时候便非常宠我 最多会罚我半日见识之类的而已 不必 原来那个老头子还有这样的一面 那好吧 请二位路上小心 我们有缘再见吧 嗯 再见千里小姐 走啊 继续运货啊 愣着干什么呢 换 这下终于自由了 是时候去找托马那个家伙了吧 记得是在 嗯 木漏茶室